哈囉 歡迎來到OU的頻道 我是Lucas 接下來我們OU MUSIC團隊 就要跟大家介紹這款 OBA掌上型合成器 OBA 一個將專業合成器 濃縮的掌上型合成器 不論你在哪裡 都能輕鬆製作出 屬於你自己獨一無二的節奏 各種創意手勢 都能發出你意想不到的聲音 Drum 節奏 相當於的爵士鼓 有大鼓 小鼓 高低音拔等配置 是貫穿整個曲目的靈魂 Code 和弦 OBA一圈剛好有八個音階 除了單獨敲擊 也很適合多個音組合彈奏 讓歌曲層次更加豐富 Lead 旋律 相較於其他三種模式 是偏高頻的主旋律 能帶領整首歌推進 巧妙運用 呈現最出色的樂句 Bass 低音 搭配和弦如同節奏的催化技 雖然聲音非常低常被忽略 但歌曲卻因為有了它 就會變成非常有立體跟空間感喔 如果還 EC õ 大鼓 隨便水 連上 APP 就能擴充數種風格的音色 可以隨性切換 調整音調和節奏 做好的成品还能储存起来 在OBAP和手机平板之间相互串联 APP支援双系统电脑 透过蓝牙USB-C连接 除了APP还能兼容各种MIDI音乐程式 平常做歌的程式也都能使用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的 在我们OU团队在测试完 这个OBAP的时候 我们大概都测试 每一个人都测试大概一天的时间 那现在就是请大家来分享一下 测试完一天的心得感想 我觉得它的那个 它这个按键其实都蛮灵敏的 就是你这样轻轻一碰 它其实就有声音 对 不用很大力去按 对 它其实它不是只有按上面有声音 它其实拍旁边 它也是会有声音 它就有点 那个乐器叫什么名字去了 我忘记了 我们刚刚...天...天谷 天谷 它叫天谷嘛 对 我们等一下会上那个画面 对 如果我们讲错的话我们就... 就我们就道歉了 这有点类似那样的概念 就它...就满... 就整颗都能成功 就蛮有趣的这样子 就你看它你这样长按 但是如果你去移动它的话 它其实会有一些声音上的变化 对 我觉得它非常小巧啦 然后...真的蛮能打发时间的 对 不管你是初学的好了 就算是...你不懂音乐你就随便按 很快就会有一些东西给你用 对 然后... 我觉得还蛮适合练节拍的 因为你在录音的时候它就... 那我觉得它很好对解拍 如果在练习来说很好用啦 因为我把它带出门 把它音乐打开的时候 在路上敲 大家都在看 因为可能...很吸睛 对对对 因为大家也会好奇是什么东西 怎么会发出就是... 就是可能要一般街上边取软体 才会有的声音 然后...我也觉得虚然很方便 因为它还可以连接手机 然后手机你开 跟它... 蓝牙连接就可以换音色 就...随时在哪里都可以 就不是只有固定一个音色 对就可以...在哪里都可以做音乐这样子 像...因为我们刚刚其实有听到 它的灵敏度其实蛮好的嘛 但是你会发现它其实...你看 我不管按再小力 它的声音还是一样 然后按再大力 它的声音还是一样 嗯...所以如果说它... 我是觉得如果它如果可以... 新增这个...就是Velocity的功能 就是它的轻重音的功能的话 其实...用这个... 用这台创作的时候会有更多的... 变化 因为它有力度上的差别 对对对对 就是力度上会有差别 现在都是单一力度 那我自己的部分 我是觉得说 喇叭的单体应该再做大科一点点 因为像我们在操作 如果在Drum的Kick啊大鼓的时候 Bass的低音就跑不太出来 就没办法造成那种很... 很低频的那种震撼感这样 然后另外一部分是说 因为它各轨... 就是它没办法单轨去调它的音量 嗯... 就变成做出来的声音可能会偏力的 很尖锐的声音会比较突出 因为我们人耳对于高频比较敏锐嘛 对不对 就变成你大鼓做好一个不错的Beat 可是都被盖过去了这样 我是觉得... 因为我手比较... 就偏大 然后... 在按的时候我希望它... 就是可能跟老师讲的一样 可以再做... 提提搭一点点 哦... 就搭一点 就比较好... 就是比较好按 因为我也会把它当成MIDI 因为它可以当MIDI 跟编曲MT连接嘛 所以这样子如果大一点点的话 就会比较好按 比较好操控 所以我自己是觉得... 操作下也是这样子 嗯... 其实我们刚刚私底下有在讨论说 就是说如果它本身是一颗... 蓝牙音响的话 哇... 那更多不一样了 它本来就有喇叭 但如果它今天... 因为它也很接蓝牙啊 嗯... 那我们今天播的音乐呢 透过它自己放出来 然后我们就可以在上面做... 创作 诶... 变成MISS 不一样了喔 对不对 要不要出一个欧巴二点 哈哈哈... 好... 那我们总结一下呢 如果你是一个... 不管... 不管你是不是对音乐有兴趣 或者是你本来就是个音乐人 你学古典音乐 学流行音乐都可以 但是... 它可能会比较以一个... 呃... 带出去可以玩 好... 以玩为主 玩音乐为主这一块 这样... 然后如果你本身是个DJ 应该可以蛮多... 呃... 或者是你是一个表演者的话 街头艺人都好 其实... 它是可以做蛮多的... 呃... 原创性的东西在里面这样子 对... 然后加上它又可以结合到你的... 这个... 编曲软体 所以有时候... 有时候很多的YouTuber会自拍 其实... 加进去也是... 其实... 蛮炫的啦 是蛮炫的... 它的造型也蛮帅的这样 那我想到另外一个 如果它这个每一个pack 都能发出颜色的话 应该会更炫的 对... 2.0... 可以的颜色 然后变大 然后单体变大这样 然后同时又一次一个蓝牙喇叭 哈哈哈 好 所以... 以上就是我们下的一个... 呃... 评测跟一个结论 那... 那有兴趣的朋友就可以到 OBA的公网去购买哦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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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